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柯文哲深陷假账风暴 昨天开记者会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了会计端木正 说他漏报1800多万 擅自调节到三家公司 不过端木正随即声明 他都以法令规定处理 相信监察院以及检察署 能够详尽调查还他清白 端木正很明显不愿扛则背锅 柯文哲昨晚跟黄国昌一起直播 说世人不明 还要叫律师告端木正 双方决裂 但端木正身为会计师 为什么要做假账呢 柯文哲的财务长李文宗 李文娟两人没有责任吗 李文宗昨天在记者会说 他负责任的完全不知情 此话一出众人惊呆 台上的所有人都在推卸责任 不过就算漏报误报 那几千万几亿的钱并没有不见 这些钱在哪个账户里 柯文哲一直强调 他没有拿钱 是乌龙不是乌钱 那钱在哪里 木可公关可以说说 说收就收 那这家公司到底是李文宗的 还是柯文哲的 而暂停营运进行清算 会不会灭震光光呢 大手笔花费上千万装潢的靖总 到底谁赚走了 看起来木可公司赚宝宝啊 那为什么又欠利典的钱不还呢 利典帮柯文哲制作竞选小物 手表等等 负责人跟家人借钱 投入了上千万 结果木可不认账还呛要告哦 那另一家时间公司呢 却是轻松地拿到千万元 现在北简已经立案调查 最近可能要约谈柯文哲夫妻等人 道案说明哦 最近局势发展 这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陶渊市议员 于比陈将军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是立法院荣誉顾问陈伯伟 大家好 谢谢 政治评论王建民 大家好 还有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来是前柯文哲 近办的社会力组长许慈琛 达文 达文今天要来讲内幕 再来是资认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还有资认媒体员王瑞德 中将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了 柯文哲跟黄国昌昨晚直播 说自己是人不明 犯低级错误 还是要跟支持者道歉 抱歉 让支持者 让支持者 让支持者这么焦虑 他实在是 惭愧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终于道歉了 资来他卷进政治现金 假账风波 争议不断 下午开记者会 晚间再跟自家立委 黄国昌合体 那其实很无言 第一次听到消息 想说这怎么可能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拿钱 我想说 找会计师处理的 他应该处理好 结果没有想到说 我们换一个错误在哪里 说key账跟查账 不应该同一组人 这事人不明 所以他们整个财务部 都很认真在查这个 对那个支出 他们就说 这个以前监察院也没有在看 讲了你都不相信 他觉得总数对就好 没有一笔一笔去key 最后就 反正最后看差多少钱 就灌到大笔了 可是他没有想到 他灌人家那个人 那公司一定跳起来 我觉得便宜行事 太信任人 好柯文哲的假账风暴 昨天记者会 是全部推给了 会计时端木正 晚上再跟黄国昌 一起直播 就说惭愧无言 说我没有拿钱 说他事人不明 他犯了三个错误 怎么因为人事精简 团队不完整 最重要的是 就委拜处理 然后账务输入跟查核 都是同一组人 然后这禁总的财务部门 没有再做检查 所以这犯下 这么低级的错误 讲出来 人家都怀疑不相信 先讲瑞德哥 怎么看昨天的这场直播 柯文哲有说实话吗 我不知道柯文哲 有没有说实话 但我知道一件事 好你家在台湾人的幸福 为什么呢 如果柯文哲这种人 在1月13日 冬孙中华民国总统 那我们都完了 所有的账 全部是假账 不是吗 因为柯文哲你说 你相信一个人 你相信会计师 所以你全部都交给他 然后你没有 你做小的人 跟查小的人 是同一个人 所以你的SOP就失灵了 他什么事 都说SOP不是这样子吗 说整个 说因为他第一次 选这个胜中统 所以他开始发生 这样的一个错误 柯文哲说 他自己都不相信 你听柯文哲讲的人 你会相信他讲的吗 他自己都不相信 他自己都不相信 你把他们都动作白痴了吗 我用拼白的就对了 你不是智商157 你不是很厉害的 他说他选过总统 他不是选过总统 所以小子做到乱七八糟了 我给大家看 柯文哲 谁说他没有经验 各位 2014年 他选台北市场 这是所有的账 全部公开的账 各位都还往上找得到 他所有的账 捐款的 这是捐款的整个戏目 包括有名目的 匿名的等等的 透透 然后呢 紧接而来 这是于每一笔餐叙 每一笔餐叙 所有的钱 多少钱 多少钱都在里面 几十块 几百块 几千块 所以那时候他就报过账了 各位 他不是报过账而已 他报过的 那么所有的账里面 最小的 你知道多少钱吗 十块 会费都有 十块 十块钱 我就不懂啊 当时你柯文哲的报账没有问题 你连跟谁参序 然后你的办公室支出 台北市长选举里面 所有每一笔 每一笔 大家都报得清清楚清楚 我很讶就是 请问一下 2014年跟2018年 选台北市场的会计师是什么 你别跟我说是端木正 你别跟我说是端木正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2014跟2018 选台北市场的时候 他选了两次 十块钱都可以报 费费都可以报 十块十七块什么什么 你都报得清清楚楚 而且大家都可以上网去看 每一笔都公开 你这次为什么不每一笔都公开 包括单剧都公开 你把你所有的全部上网公开 这个事情 我不要听 前两天 周休二日的时候 如果你找一两个公读生 把他全部都上网 全部上网公开 不就好了吗 大家去 对 大家去帮你看 小炒小葱去帮你看 这一笔小是有问题 不就好了吗 好了 就算这笔小这笔烂账 容我这样很公正客观的讲 台湾民众党有关于柯文哲 吴兴营竞选2024年的总统的报仗 送给监察院的就是一笔假账 我没有讲错 对 就是假账 全部都都不懂 民众党跟柯文哲 他们报上去的就是假账 只不过谁做假账 这样而已嘛 是端木正做假账 还是你们有民众党不可告人的事 我不知道 问题是你们就是做假账 还要我们相信你 他那时候说一大堆人出来 说他们的账 无论无论 木科公司是怎么 他说那个是幻想文 还记不记得 花了一个民众党的新闻稿 那时候说吴静怡是幻想文 怎么骂人家 骂你们这些幻想文 骂你们这些有心人士 这你们啦 你们的有心人士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夫妻都骂说 这些名嘴都是怎么样的 他没天良 没什么啦 他们的说 他们的新闻稿 他们是经过 专业会计师的审核 送监察院 没有问题 你们完全经不起考验 我说阿兵 拍天了就是这样 这队里之后 全都骂也很简单 对 完全这样兜不起来 你们 我跟你说 好啦 就算你说是端木政做个小 为了把那个什么 1800多万要冲销 所以冠去 高壁冠去 百人的公司 怎么都没有就对了 这种会计师 也稍微忍耀 做小 我跟你说 开公司 我要三四十年前 在我们爸的公司上班 我知道什么叫做 开公司在台湾 A葬 B葬 内葬外葬 这我没了 对 大家都想要做 大家都想 不想缴那么多税 大家都想要结税 说要拍天还淘楼税 什么都有 是 校朋友两本 政府看 一本就自己看 对 你知道内葬外葬 我都不知道 没有人做事做到这样 对外面的公司 说我们没有这笔销 世间反忧 我坦白 对 还是总统的 相关的 竞选的相关的报告 因为柯文哲选过两次 那这次选中 为什么会搞得这么的复杂 要算你说是端木正做的 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你这边黄国昌 怎么骂监察院 废务院 对不对 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台湾民众党 就是废务党 你的主席是废务 总干事是废务 财务长是废务 你的发言人都是废务 为什么 你们这些人所报的东西 拿出来 要给大家看的 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账本 都是假的 是 因为现在最新的发展 就是说这个民众党 可能请全党之力 全部都要怪给端木正 宇强军因为陈志涵的说法 端木正是受人指使 那现在看起来觉得 这个剧情有点超展开 怎么会演成这个样子 民众党把李文中跟黄珊珊 都送中平会了 有没有送端木正 没有 端木正还是民众党员吧 当然是 他还带有民众党出任过 不分区的候选人 所以为什么没有把端木正 一起送中平会 对 这个太可恶了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说端木正 为什么不出来开记者会 很多人说端木正 为什么不出来把事情 全部摊出来 对 因为会计师 有他的保密的专业跟义务 现在端木正在等一件事 等柯文哲告他 柯文哲一告 那对不起 跟我无关 就可以在警调讲了 对对对 我没有专业的问题了 因为你告我了嘛 对 我把我手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摊给检察官看 各位 你会去告你的委任律师吗 会不会 我今天委任律师帮我打个案子 那个陈律师帮我打个案子 打完之后打错 我告你 我不要 你是民众党吗 等一下律师被叫我回捐 你去告你的委任律师 你认为律师对于你的案情了解的会比法官少吗 对 你去告你的会计师 你认为你会计师知道的事情会比检察官少吗 会计师说我不能提供 我不能像柯文哲一样开记者会 那我只有发声明 他可以提供给检调嘛 对 你只要告我 对不起你告我啦 我就把我专业上知道的 你那些闷鱼烂虾 对不对 躲在桌脚底下的东西 我全部给你讲出来 对 我告诉大家 大家记不记得柯文哲讲过一句话 政治其实很简单 找回良心而已 对 这一次 政治现金申报也很简单 柯文哲找回发票而已 对 你发票少多少张你知道吗 916万 你要的 12的 不见了 现在甚至有他们竞选总部出来说 根本没有这个发票 都是端木正捏造的 找不到就干脆说他捏造的 都推给端木正 前几天不是发言人说发票都找到了 对 发票都找到了 我们下午两点会跟大家说明白 现在说 根本没有这916万的发票 那是端木正瞎臭捏造的 对 就是说昨天的记者会 其实完全那些单据都不是 没有没有 那个有争议的1300万跟916万 我们讲出来的数目 全部都不知道 都没有 都是端木正捏造的 那端木正吃哑巴亏啊 我是专业的会计师 我不能把客户委托给我的东西 全部摊在阳光下 除非你告我 所以我讲嘛 柯文哲说找律师告他 快 快 我们也在等 我们真想知道 可是北简已经在调查了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他也在调查嘛 所以端木正就可以提供资料 北简只要调端木正 跟检察官讲 对 你来说明 或是你是被告 按照这样的话 端木正是被告哦 一去我都摊出来 916万 到底是消失 还是有发票 还有这个装潢费的 一千一百多万 到底是真消费 还是假 还是假和销 到时候反而是要调进种的这些 要李文忠李文娟 都要来 都要去讲了 对 黄山山也要去 总干事嘛 然后时间公司的一千万 刚刚陈柏惟垂心肝说 那个拍不出这么好的片子 一千万 对不对 七百两百一百 这个东西要不要检验 对 你是真的拍摄 还是真的付钱 还是付钱以后有什么企图 不知道 然后还有呢 木可公司的五百多万 两百多万的咖啡 一千三百多万的脸费 那叫授权费 这些你认为 端木正不知道吗 端木正是 按照柯文哲的讲法 端木正是key in的哦 所有的这么多的款项 几万笔 是端木正 全部key in 端木正是仅次于 柯进办的财务之外 最了解柯文哲的整个账 应该这么来讲 我认为端木正是最了解 柯文哲财务的人 为什么 因为李文中鞠躬说 我都有审查 可是我都不知道 黄珊珊说 端木正太可恶了 自己做这种事 陈志涵骂得比 比骂共匪还凶啊 对不对 柯文哲也讲 这怎么对小草交代 所以表示这四个人 都搞不清楚啊 这四个人都搞不清楚 这些钱怎么来 怎么出 怎么报 他都不知道 谁最清楚 端木正最清楚 所以你逼他讲出真相 真的 赶快 赶快 柯主席 赶快找最厉害的律师 去告你的会计师 我真想看一看 当你的数字 算不清楚的时候 当你的钱 搞不清楚的时候 有你的会计师 在法院 在检察庭里面 讲得清清楚楚 哇 这民众党 我不知道 政治其实很简单 找回发票而已 柯文哲昨天 出来开记者会 同时宣布 木可公关 暂停营运 要进行清算 不过说也奇怪 虽然说木可公司的董事长 可能是李文忠或李文娟 但是他到底是谁的呢 范老师 这家公司是李文忠的 还是柯文哲的 为什么可以说收就收 对 所以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干起来 柯文哲是月除带袍 那更证实的木可公司 就是柯文哲的附水组织 对不对 党赢组织 党赢组织 党赢织事业 对 他们的党赢织事业 不过我觉得其实 刚才讲陈志涵说 这个端木镇他要负责登打 就是他要负责把这个 我们的相关的 像这个收据 发票 都要把它一个个登记 在电脑里面 他是会计师 他不是会计 这个工作是会计要做 这工作应该是 柯进办内部的人要做的 而且柯文哲也承认 他们的财务要做的 我们自己柯进总 有财务部门 对不对 他说我们有财务长 等于说今天会计师 请注意会计师不是会计 会计师你那一部 那个我们叫做记账室 是帮你记账的 帮你贴发票的 一张一张贴得整整齐齐 每一门每一个 一笔消费都打到电脑 ecell里面去 成为账 会计师的目的 不是帮你做账 会计师的目的 是帮你怎么样 把关 帮你找问题 帮你查核签证 对 主要说我帮你背书 你这个账目没有问题 你的这个账 跟你的收据发票 都是一致的 我来签名 保证你是OK的 这叫会计师 昨天端木正也表示 他说我只做签证服务 所以今天到底是 你陈志涵 你叫端木正做什么 你有叫他登打 对 所以就变成两个 对工作的认知不一样 那现在就除了端木正 他可能要去跟 柯进办 柯民众长去对决 因为木可公司 因为昨天这么的快速 就宣布暂停营业 进行清算 那外界也在担心 那木可的账 会不会灭证光光 因为现在检调 也开始在调查了 但是我已经开始在清算了 所以相关的包括 木可还剩下多少资产 那这些资产 又会跑去哪里 对 所以我必须要讲 现在检调单位 应该要赶快立刻 到木可公司 到柯文哲的中央党部 去搜索去扣押 反正都在同一栋 都在台幅大楼 台幅大楼里面 也不用花太多人 一部车就可以了 把所有的帐册 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电脑 全部扣在一起 王俊丽现在是 北检的检察长 他上个工作是什么 他今年520之前 是调查局局长 所以他检调都非常熟 所以我必须要讲 请他立马 发动搜索 我必须要讲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 让他们有机会 阅面证据 因为木可公司想说 反正我们就要搜 他有说我是私人公司 对 我是私人公司 我立刻就 李文娟下令 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料 全部送碎纸机 现在要小心 搞不好现在 木可公司现在正在 买碎纸机 开始要碎资料 对不对 把它碎掉 你们找不出证据出来 就很麻烦 我甚至把电脑倒咖啡 这个是高昂安的手法 倒咖啡就可以把资料 全部湮灭掉了 所以我必须想 现在真的要赶快 因为时间不等人 而且证据如果消灭掉 再复原 非常的麻烦 虽然我们知道 很多东西也不是 你当方面有账 对方面可能也有账 但是我觉得 这个时候办案 应该要赶快 加班 来让这个速度更加快速 否则资料被湮灭之后 要复还 是很麻烦的事情 也增加我们在争败上的一个困难度 现在柯文哲敬犯 他有一本账 然后再来 还有木可公司 还有众望基金会 所以我们看到 因为包括柯文哲前幕僚就爆料 他说民众党的财务 根本没有独立性 报仗要透过李文娟 然后他一人身兼三尺 因为他是木可的董作 然后又是柯敬总的财务掌门 还是台湾众望 关怀基金会的负责人 所以有这么多的疑点 来 杰明哥 因为柯妈妈 今天又出来帮护儿子 对 她说你们这些外界批评的人 会被神明惩罚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追根究底要去了解 这样子不行吗 政治是众人之事 柯文哲所领的政治现金 它基本上也是来自于民众 当然他有报税 报费用到监察院 监察院是由政府来付钱的 所以每件事都是可受公平 那柯妈妈当然因为看到 最近柯文哲被打得很惨 因为基本上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他突然之间下了咒语 这咒语也太直接了 我听给大家听 他说呢 柯文哲从小到大 他是柯文哲的妈妈 知道这个人个性 贪的是绝对没有 我敢说随便骂我们的人 会被雷公打 会被神明罚 所以没有被打的 都是说的是对的 对 所以如果路上我们讲完之后 雷公没打我们 路上没有怎么样 那我们说是真的 这不是这样说法吗 我觉得对于柯妈来说 真的压力很大 因为这事情越烧越热 在妈妈旁边来看 柯文哲几乎已经没有招架致力了 不过我先解释一件事 柯妈是不舍 但没有错 但问题是你柯文哲 有没有说舍话 我们先解释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其实那天 昨天记者会搞一个什么 到底是1800万还是2000万 其实我们到现在不知道 实际数字多少 其实这部分在监察院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监察院会说 它其实就有一个 这样很简单的总表 那你看到刚才 有秀出来 就是端木正有 这个四月申报 然后七月再重新更正 其实在这个法律上 它并没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数字总是有调整 这我们都可以理解 所以它会有一个基本的表格 就这么简单 那你有支用的费用多少 你现在存款的现金有多少 那你这个里面 你收了多少钱 最后结果是有多少的差额 这差额证跟付都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所以不需要那种复杂 你知道吗 但我要说的一件事情是说 克妈妈 我还是好奇地问一件事情 到底木可这家公司 跟你的儿子竞选总部 有没有关系吗 为什么竞总办活动 木可的厂商也参加了呢 克妈妈可以回答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件事情 克妈妈我相信我们 你也知道什么叫授权 如果今天你要 你看妈妈的任何的名字 我们当然要付钱给你 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我用你克妈妈名字的时候 你要付钱给我 你不觉得这事情很奇怪吗 到底这一千三百万的授权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克妈妈你回答我啊 对 你说你儿子不贪 我也不知道你儿子怎么贪 但是摆明电视 这就不合理嘛 对 知道我听的民众 都想说他开基家会 先带一个报导 先要抢导众人推 众就用民众党的众 今天又有更新的 现在叫众判清理 同样众用民众党的众 叫众判清理 所以咱们说 柯文哲这家很厉害 他已经过去 他在销利的行务里面已经厉害 这家基家会又在